连续两天的暴雨,造成淡边线多地区引发水灾,不幸导致一人溺水身亡。 前一天晚上开始的雷雨,导致淡边线许多地方发生洪水,其中,双溪格拉玛土展区入口处,精早传出有人发生溺水事件。 由于遭河水、泛滥沉灾影响,从淡边到京马市联邦公路交通全面中断,包括重型车辆在内的所有交通工具都无法通行。 马六甲也因为一厂长命于导致亚罗亚、野罗牧支那镇发生水灾,其中一辆四轮驱动车辆在经过甘榜双溪西部灾区时差点被激流冲走,显向还生。 根据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视频,在甘榜双溪西部附近的灾区,一辆四轮车涉水时,相信是水流太快,差点被洪水冲走,目击者惊呼大喊,幸好四轮驱动车被柱子挡住,没有被急流冲走。 巫统最高理事会成员要求部长们停止在人民面对灾难的时刻,成为演员作秀,因为人们不再天真的相信这种噱头。 巫统最高理事拿督莫哈莫不爱告诉自由今日大马师说,在发生灾难,特别是洪水时,一些部长喜欢表现出关心人民,亲自下地干活,他们认为公众很天真。 事实上,人们对这群季节性演员的部长行为感到相当恶性,这种文化必须停止。 不爱虽然没提起部长的名字,但据了解,他所指的这几位部长,包括涉嫌,以帮助洪水灾民,为借口在镜头前摆姿势作秀,而受到网民的攻击。 他说,如果他们是真诚的帮助,他们应该推动政府允许根据雇员工基金的I-Citra计划提取1万令吉,这才是受害者最需要的。 昨天,财政部长东姑扎夫鲁表示,政府不会允许任何额外的EPF提款,称这只会给下一代带来负担。 他们将不得不照顾没有退休储蓄的老人。 不爱不同意扎夫鲁的观点,他说许多大马人现在正在应对多重危机和困难,因此迫切需要经济援助。 由疫情肆虐,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和生计,如今他们的房屋和财产已被洪水摧毁。 受影响的大马人,被允许从I-Citra计划中提取1万令吉的EPF储蓄有什么问题,成为好演员并不能解决人民的问题。 以斯兰党主席拿督斯里哈迪阿旺,呼吁民众停止对政府,赈灾行动缓慢和无效的不满和指责。 他认为,当国家面临灾难性危机时,国人要与政府携手并进,克服困难和弱点,渡过难关。 哈迪阿旺昨天在鲁斯拉清真寺主持周五的祈祷讲座时,说道,他说,该国灾害频发,许多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积极参与与政府合作救灾工作,天灾是不可预测的,所以我们必须明白,即使有弱点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 他说,但不要针对弱点过多的批评和攻击政府,而应该共同努力解决这些弱点。 除此之外,哈迪阿旺说,大多数巫统最高理事希望继续通过全民共识合作,以迎战第十五届全国大选。 他说,如果全民共识的合作成是,一乌两党就能针对大选席位分配达成共识,避免出现对战的局面。 他说,三角战最好能免则免,所以,所有马来人和伊斯兰政党,还有不极端的非穆斯林都应该在国盟里站在同一阵线。 基于此,我们也请巫统和我们在一起。 卫生部长凯里宣布,从1月8日开始,暂时冻结穆斯林前往朝圣。 他说,从去年到12月30日,共有11108人在朝圣后返马,其中1306人被确诊感染冠病。 凯里说,在沙地阿拉伯朝圣期间,来自各国的大量民众聚集在一起,使朝圣团圆处于高风险之中,包括感染阿玛克兰病毒,难以遵守我国政府制定的标准操作程序SOP。 他说,他们在沙地阿拉伯朝圣时或许已经受到感染,但仍处于潜伏期,回国前检测为阴性。 每天大约有800到1000名乘客朝圣回国,尽管他们乘坐的是4架专机,但还是增加了冠状病毒和阿玛克兰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。 凯里坦言,尽管数据不断增加,但几乎没有穆斯林部长愿意延长穆斯林朝圣计划。 然而,考虑到这件事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涉及人民的问题,因此,他被迫根据数据履行卫生部长的职责。 这不是在社交媒体发帖文,这不是TikTok的视频,这是关乎到性命。 当我们获得这些信息时,我们不能只是坐着,而是必须根据数据执行任务。 凯里还强调,他没有双重标准,只是强迫朝圣者佩戴电子手环,进行监管。 所有从高风险国家,包括英国和美国入境大马的人士,都必须佩戴电子手环。 凯里重申,政府或卫生部并非有意阻止民众的朝圣之旅, 可是数据显示情况非常令人担忧,所以我们没有办法,只能展颜朝圣,但不是取消朝圣。 他说,卫生部也将持续与有关当局包括旅游部和朝圣旅行社协会进行商讨, 以便让受影响的朝圣者可以重新制定他们的形成或获得退款。